离山老母从21号到23号1年3天举办了 离山老母万寿及庆赞中原起见 太上慈悲超见拔渡送经礼仪大灾功德 还有常生学社慈善基金会的公益活动 希望可以祈求花莲合计平安 幸运我们能够健康快乐 离山老母总庙花莲慈云公庚子年公祝 离山老母万寿及庆中原起见 太上慈悲超见拔渡送经礼仪大灾功德法会活动 一年三天举行 有到这个能量可以大家免费 我们是母女世纪免修了 七月七月到七月三天做桥前发挥 既然发挥 祈求皇朝乌孙国台平安 而这次同学邀请世界掌声学慈善基金会创办人林子森 带领者学院们为新种服务在花莲办理公益活动 我们的团体什么宗教的人都有 那我们也不收钱 那也不卖任何的产品 也不会搞政治活动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人都能够来这里 我们可以帮你 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 你一定会觉得会比较轻松的 那以前有学过的师兄师姐们 如果有看见希望你们也都主动的过来帮忙 那我们预计在九月十七号到二十二号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开课 那如果说有兴趣的人 也欢迎你们能够来这里来学习 我们是连续六天的课程 那我们是没有收学费也没有收报名费的 那主要是教导大家 怎么自己帮助自己 你只要用你的双手 放在你不舒服的地方 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呢 就是教你认识 我们帮你开的这六个穴道 这六个穴道在你的身体 管了你身体哪些系统 哪些器官 我们也会告诉你 这些器官在你身体是做什么工作 当他出问题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会有什么现象 让你能够更清楚的了解你自己 也让你能够更懂得怎么爱你自己 爱你的家人 欢迎你们能够过来 雷三老母公主林清国毕老师 由于中元节即将到来 公庙就安排1.3天的发挥活动 邀请信众来共襄盛起 为了就是祈求华联合金平安 另外这一次也邀请长生学办理公益活动 完全免费为信众我们服务 为了就是让大家身体健康 记得终于节目到